歡迎收看 五七新聞王 真相不露網 我是陳明君 行政宴發言人陳宗彥 才剛上任沒有多久 因為一樁11年前的桃色舊紋 意外引爆了民進黨內的派系大戰 是誰報得了 是司法單位 還是另有其人 人真幕後的隱無者到底是誰 目的又是什麼呢 再來看到中國經濟有多慘 從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iPhone14這個新款手機 瘋狂的大降價 降到比批發價還要便宜 現在中國有多缺錢 能人做就機器不要做 各行各業都在搶錢 經濟出了什麼問題 今天新聞帶你一起來見面 而看到政治焦點 週末兩天延燒不斷 就是有關於這個行政院 發言人陳宗彥的桃色舊案 我想問一下文綺哥 這不是最近發生的 11年前舊案原本說都沒事 風平浪靜被壓了下來 這時候被爆料 到底是在存什麼心 有人說是司法體系的內鬥 有人說是藍營要鬥綠營 但是有人說是背後綠營 告成有營屋者在下指導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應該要這樣問明君 跟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話是什麼 以前是說你吃飽了 現在最流行的一句話 曉雲 你有空嗎 把他買給你 當然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件事情 因為是11年前 當然可能不是以前的 所謂的李敖 但是是有心人士的爆料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強烈的認為 是民進黨內鬥的一個內徵 來看一下 所有的事情 難道真的都是巧合嗎 因為我剛才提到 是11年前的救案 各位 在印以前你在哪裡 那時候的LINE 可能都還沒有普及 可是陳仲晏 現在為了是落馬的一個狀況下 大家合理的懷疑 因為事出反常 必有妖 所以我們懷疑 是整個英系出的手 這個妖是來自於英系嗎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事情的這個發生原因 各位來看一下陳婉輝 是民進 民眾黨剛補上的 所謂的一個新科的立委 坦白說 如果以論資排輩 陳婉輝基本上來講這個是 不夠力的 可是為什麼由民眾黨的陳婉輝 你來看一下 他在17號的時候 開了一個記者會 踢爆了我們的鍾燕哥 11年前任職我們台南市政府 期間也就是新聞處處長 那時候的市長是賴清德 沒有錯 就是我們講脫不了甘心 為什麼說跟賴清德 一定肯定會有連結的關係 與綽號的鬥哥的酒店業者 王孝偉 不是莊孝偉 到王孝偉過重生命 涉及官說 性招待的 當時候跟大家報告 台南地檢署發現了以後 要分案調查 可是各位 最後是不了了之 查無不法事證嗎 還是我們當時候的法務部吃案 我覺得這非常的有趣 可是11年前的舊案 怎麼現在被爆出來 所以我就說 內行的看門道 重點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到了吳子嘉說 剛剛根本這個案子 當時候就是被壓下來 雖然說民進黨一直說 當時候是馬英九執政 但是依目前曝光的一個千層 各位 這個千層 能夠有 大概都是當事人 不管是法官 檢察官 或律師才拿得到 應該要向上查清 到底是誰想把這個案子 給壓下來 當時候 所以吳子嘉說 這罪有夠輕嗎 到底有多深 所以各位看到一個非常有趣 一個關鍵點 通常如果我沒有犯錯 我一定會堅持到的 以民進黨過往的個性 可是各位看到 我們上任18天17天的陳忠諺 在第一時間 他否認了所謂的性招待 當然我們當然不好意思說 酒品芝麻關裡面 沒有拿錢當然就不算嫖 沒有拿錢就不算性招待 對 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隨後他立刻的 就請辭了八言人職務 等一下此地無音三百兩 如果你沒接受性招待 他就說他沒有 但是他幹嘛請辭 因為跟民進報告 我是男人 我們今天在場還有堅哥 還有這個家民 只要是男人 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 將心比心 沒有 你就總是他都說沒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候的狀況 這個故事挖下去就有趣了 陳仲諺當事人 跟豆哥也就是所謂的酒店業者 所謂民進黨的當時候黨代表 當時候在台南的一個地檢署 鄉月主任檢察官現任 來 各位林仲斌 當時候在查王孝偉這些監禁的時候 跟大家報 他意外發現還有一個檢察官 什麼吳岳輝這些 奇怪 好像都有 所以他立刻就說要偵辦 可是各禮跟大家報告 當時候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在2月16 也就林仲斌上個禮拜 拿到的時候 隔日陳仲諺的案子就爆發了 因為是林仲斌被控告說 他是非法的監聽辦這個案件 所以他就被抽到了判決書 沒想到隔天陳仲諺事情 就被爆料出來 對 所以林仲斌真的 有點有苦說不出 等一下我們來補一下 為什麼他會有苦說不出 可是你各位看一下 民進黨的慣性 民進黨 來 各位來看一下 民進黨好棒棒的莊睿雄 我們的立委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說當年豆哥妨礙風化的案外案 與檢察事務官 也就是陳姓的事務檢察官 非常堅定的手段有關 最近判決出爐 逸文他希望能夠導向所謂的 馬王政策 可是我說實在 你這時候再把馬維拉拖出來 對於我們 太久了 太久了 這後援投手可能不行 尤其我說實在 台灣2300萬人 久立我們政治鬥爭的經驗 莊睿雄在這裡講的這句話 我坦白講 台灣人是聽不懂的 我們來聽聽看 另外一位我們民進黨出身的 郭正亮 他講的話 對不起 我覺得他講的 稍微比較接近事實客觀 他說第一決這個案子之所以會發生 當然我們已經跟民軍講了 有可能就是民進黨的內鬥 因為坦白講 國民黨軟軟的 你覺得國民黨會這麼會打嗎 而且如果說真找證據的話 幹嘛現在才爆出來 沒錯 所以你看郭正亮的說法 第一決逼林治揭 要道歉 要自我了斷 這個是賴清德的第一決 賴清德 第二決他要斬斷中常委的黃成果 所以大家覺得 好 你有辦法沾花英系的黃成果 當然我也要動一下你的人 第三決就是現在已經有人出來反駁的 就小英之友會是不是要併入 所謂的信賴台灣協會 刀刀都是劍子音系 所以賴清德的出手已經讓音系 甚至我們蔡英文總統感覺到威脅 現在是怎麼 你大胃 翅膀硬了嗎 所以要逗他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個部分 結果當然國民黨這時候 我們這一位最近淚眼汪汪的 許曉晉 跳出來了 國民黨的角色出來 各位來看一下 許曉晉 我覺得他還不錯 他整理了所有的資料 因為大家都有拿到 許曉晉把爆料資料的說法 說喬事的過程寫得很清楚 當時候檢察官明明已經查到了 所謂可能的案外案或案中案 他要查 然後拉出了這一份 所謂的外洩的文件 不小心拉出陳宗彥 其實也不能說不定 就是故意要打陳宗彥 把貪讀案的部分監聽的文件 然後我們的許曉晉 當然年輕人 他整理了一下 這個整個監聽議文 我在這裡簡單的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簡單的講 整個的跟酒店的聯絡過程 的人事實地物 酒店的消費的牌照問題 後來陳宗彥跟所謂的陳董 各位看一下 要請他解決 跟大家報告 解決了 首趟台南的案子也過了 最重要一件事情 又回到了我們 叫小姐的時候 這個7點鐘 我們不能夠給小朋友 就是說做人與人連結的時候 還提醒說千萬不要付費 當然我不曉得是他們 太有遠見射斷點還是怎麼樣 所以各位就看到了 整個的過程的疑點就在這裡 而且今天還最新爆料說 這個豆哥 居然過去是民進黨黨員 這個會做酒店生意的 至少跟黑脫不了關係 那是不是在說 我們賴神輩也是有黑道的 當然 誰沒有朋友 八大行業 各位來看一下王洪威的爆料 豆哥 王孝偉在2018年 曾經是民進黨的黨代表 當然我們一直不好意思說 有黨證就沒關係 各位記得我們的北友趙介佑 現在有男友豆哥 更一直是我們的民進黨員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提供這些信招待 現在大家痛逼 原來就是北趙 還有一個南鬥 現在幾乎就是我們民進黨整體 我覺得掌握了全面執政 全面過關 長到舔頭以後 一條龍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陳宗彥這次的落馬 我們剛才已經跟明君說了 最有可能 我剛才提到了 你說國民黨真的有那個量能 能夠去打這個拿得到嗎 所謂的民眾黨 又是一個出身的一個小黨 他怎麼可能第一個爆料的 不可能 我剛才提到了 整個所有牽涉的 是當事人 都是有人給的 所以就是要修理賴心得 所以我們覺得賴心得 這時候講話的時候 昨天蘇貞昌很棒棒 對不對 參加所謂的 吳秉睿的瑞友會的時候 他說對 要支持對的人 對 除了他說 明年總統一定要選對的人 讓能夠守護台灣的 賴清德來當總統 蘇貞昌是挺賴的 因為對他來講 因為他已經說了一個名言 對不對 清兵不死 原從換不死 清兵怎麼能入關 蘇貞昌不開心 當然不開心 可是這裡面我覺得 有一個非常勵志的 當然就是看到這個 當然我們帶過去就好 有一個酒店的歐哥 另外一個人歐哥 基本上從所謂的八大行業 竟然能夠轉成 所謂的利歐的新人員 是 真是護航他咧 當然 各位想得到的 就是當時候很有可能 時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 跟他旁邊的所謂的一干人等 所以今天陳宗彥 才會惹出這件事情來 好 那感謝一下 我們這個文綺哥 我想問一下這個議員 說真的 現在感覺就是在這個 把陳宗彥過去的桃色緋聞揪出來 大家都在想說 到底誰是背後的隱污者 是司法攤位內鬥 還是國民黨爆掉 但是還有文綺哥說 國民黨沒有這個通天本事 可以拿到這樣的正確的資料 還是說背後就是說 有這個殷襲的人馬 在針對賴清德 文綺兄剛才太謙虛了 大家別忘了 國民黨一向是伴豬吃老虎 國民黨執政的歷史 遠比民進黨早還更久 過去壞事一大堆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民 現在摒棄了國民黨 當然文綺兄你們好好去思考 不過這件事情確實會對我們黨 造成一些傷害 但是我們黨到現在為止 處理的態度都非常的明快 而且當事人陳宗彥他第一時間 他也請辭下台了 我覺得這個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面對錯誤時候的態度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個 我們民進黨不但要 這個認為當事人應該誠實面對 而且我們民進黨也很明快 接受了當事人的辭職 第二點 我們民進黨也會糟糕 我們自己黨內所有從政者 不管黨職 公職 如果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過 自己要誠實 那自己應該先向黨 向社會來做出說明跟報告 第三個 這件事 確實有很扯的地方 可是我們社會關注的 不會說這件事怎麼報出來的 不會說是不是國民黨報的 或者司法檢調單位 他們去露出來的 或者有什麼要報復的 是不是我們綠營自己派系鬥爭 其實社會不關注這個 社會關注的是有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是不是事實 然後這件事有沒有被追究 追究說第一點 陳忠祐是不是接受性招待 是不是有什麼對價的關係 第二點 這個當事 就是說這一件事情 除了性招待跟這個以外 當初這一個業者 這樣子的執照的取得 是否合法 第三個 當時有檢察官深入追蹤 這個案外案的時候 這個案子是不是有被吃掉 到底是什麼原因被吃掉 如果說這位檢察官 因為是這一個案子才被判刑 甚至到反刑 我覺得這不可思議 我覺得絕對不是因為追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 檢察官有他認為可疑的地方 因為有這一些通訊通聯的資料裡面 都有提到交辦他什麼 委託他什麼事 相對的代價等於都在這裡面 談話之間都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 司法單位裡面有什麼事情 互相在不高興 所以丁哥是認為一個 藍營可能還是有一點點本事 可以拿到這樣子 不過藍營這邊是認為說 他們沒有這樣的一個 證據的掌握 第三個就請教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綠營內部之間 對於賴清德最近包含了學倫案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 有關於黑金的這個 擴大排黑條款有不滿的聲音 所以才會有這樣一連串的爆料呢 林俊 賴清德現在接掌了黨主席 他要來對民進黨策略要改進 那身為總統高興都來不及 總統怎麼可能撤走他呢 而且如果總統對於賴清德 來接黨主席是有意見的 一開始那也會有其他人 來跟賴清德競爭 結果不是嘛 蔡總統已經非常清楚 蔡總統也有非常大的啞量 他已經認定他自己的歷史定位 蔡總統現在最希望的就是 如何把綠色執政的棒子 能夠延續下去 讓賴清德勝貨如果有其他 更優秀的人來接棒 這是蔡總統現在的看法 所以蔡總統不可能說 在此時此刻有說為了給誰難看 為了報復誰什麼 完全沒有 如果要報復 真講要報復 蔡總統怎麼會一開始 讓賴清德來擔任他副手 一起競選 一起贏得連任 所以這些我想這種不必要的 揣測都不必要 我倒是覺得我們現在社會 我們所有檢調單位當權者 應該針對這個案子 當初為什麼被牽結 當時的檢察官 有認為說對 他監聽到 他監聽的部分 那一部分是合法的 即便我們有通監法 通監法要保護的是 我們每一位無辜市民 我們通訊的自由的隱密性 但是不保護這些犯罪者 我不認為這是我們黨內 什麼派系鬥爭 因為黨內現在所有派系 都扶贏主席的領導 我想問一下 堅哥 你確認說現在民進黨內部 就趕快把這個案情 之前受到疑言的地方調查清楚 可是我就想追問 如果陳中彥這個事情 有人說下面還有犧牲者 如果這個火止不住的話 可能下一個倒楣的會是誰呢 這個我不清楚 每個人 個人作業 個人當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陳中彥有這件事情 雖然他態度很好 他也已經辭職下台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太扯 就是說竟然接受性招待 這是違背江湖規矩 跟社會道理 社會上大家 請親請萬一人請這件事 會請這種這方面的 一定是這種不合法的關說 或者特種行業 他們才會去請這樣子的招待 所以我覺得這不可思議 尤其陳中彥他的學經力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在沒有完全定案出爐之前 我們就姑且照現在所看到的 也接受陳中彥的下台 如果還有其他要延燒出來的資料 那就讓他燒吧 因為這些燒的都不是這個主帥 主帥已經一再的招勢 說要我們黨內的所有黨職公職 大家要策立邁進 所以不可能說主帥要做任何的掩護 所以堅哥你覺得這不可以想到 2024賴清德依然是民進黨 最強候選人的這個情勢發展嗎 我認為這影響不到 因為不是賴清德本人犯錯 賴清德現在被社會公認 他不但品性良好 品學兼優 而且過去他的政績也非常好 甚至都強過國民黨好幾位 現在帶頭的可能候選人 所以這一個部分 社會對賴清德是有信心的 北韓今天又朝這個東日本海 發射兩枚的飛彈 結果發射之後出言評論的是誰 是金宇正 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她講說要讓這個太平洋變成靶場 外界本來以為 最近這個金正恩的女兒 金珠愛頻頻頻卸身 金宇正好像消失在檯面上面 沒有想到她的狂語 讓大家對北韓目前誰接班 又物理看花了 賈芬 明君 這三顆飛彈 讓我最近發現說原來北韓 最狂跟最狠的人不是金正恩 既然是她的妹妹金宇正 我們先來看看這三顆飛彈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營造出了這麼一個狠人 首先今天早上是最新的新聞 這兩顆飛彈是短程的彈道飛彈 就這樣咻 大概早上7點左右發射之後 就降落在了日本的海域上頭 對 東海 發射之後大家想說 北韓怎麼又莫名其妙 丟了兩顆飛彈 發生什麼事情了 事情要從前天開始說起 兩天前18號的時候 北韓一聲令下 早上8點多鐘 發射了一顆洲際彈道飛彈火星15 也是這樣咻 飛了67分鐘 降落在日本的海域上面 這一發射不得了了 三個國家倒退三步 它竟然有這個能力 然後說發射就發射 南韓 美國跟日本這三個國家 看到之後覺得不得了了 於是聯手起來 手牽著手 進行了一場聯合的轟炸機的軍演 就在週末這兩天對不對 對 就在19號昨天的時候 就進行了聯合軍演 進行了聯合軍演之後 金與正看了就覺得說 好 你這三個國家 就聯合起來跟我嗆聲 好 你要演給我看 那我就陪你演 所以今天早上才又發射了 這兩枚的短程彈道飛彈 這個時候大家就想說 金與正這個真的是狠角色 你說發射就發射 而且是你真的有能力發射 發射完之後 他還告訴你全世界的國家說 我北韓是有能力的 再來 我要告訴你美國 你不會太超過 因為這個飛彈發射的距離 我們先來看看 這是火星15 洲際彈道飛彈 大家知道它的特點 射程非常的高 非常的遠 再來加上非常難攔截 很難攔截 對 所以大家就說 你這個一發射出去 絕對攻擊成功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你看到它的高度是 5768.5公里 飛行距離989公里 所以又高又遠 而且那個距離剛剛好 可以涵蓋美國全境 美國從西岸到東岸 這個飛彈就可以一網打進 所以我金與正 我說發射我就可以發射 再來 我要打你美國 哪一個地點 我就可以打得到 我就告訴你美國 湯匆敲鬼 而且這個發射的行動 持續進行之後 我還跟美國嗆聲 金與正說 北韓要把太平洋 當成是我金與正 北韓的自家靶場 這話聽起來很可怕 好像我後話也一樣 就我隨便亂射就好了 對 我什麼時候我高興 愛射個短程就射短程 我想發射個週進 我就發射個週進 你美國全境我都射得到 對 所以我的心情 取決於你美國的軍演 你要到什麼程度 好 你要飛是不是 你去飛 你要聯合日本 聯合南韓是不是 好 你就去聯合 那我就愛射幾個飛彈 我就射幾個飛彈 所以金與正這次目標 不是南韓而是美國嗎 對 因為他對著國際 直接嗆聲說 你說我要打南韓 沒有能力打是不是 不是 我不是沒有能力打 我是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我根本沒興趣對付他 對 所以他才會把他的飛彈 這個距離完完全全 是瞄準美國的全境的 好 我們講到 金與正今天早上 試捨這兩名飛彈之後 他在對北韓的官媒公開嗆聲 要把太平洋變成他的靶場 他還說南韓我沒興趣 但是我就很好奇 因為在上個禮拜之前 我們跟佳芬討論過很多次 最近北韓最紅的人是 金正恩的女兒金珠愛 這個小女生 本來想說金珠愛橫空出世 平平出現在媒體前面 感覺這個妹妹 也就是金珠愛的姑姑 金與正的政治勢力 有明顯的削弱 甚至被邊緣化 但從今天他發的朋友看來 大家對於北韓到底誰接幫 好像要開始打上一個 很大的問號 大家都很好奇 誰啊 誰是金正恩的 下一個接班人對不對 在剛剛我們看到了 金與正他有對國際的話語權 他可以對全世界喊話 是 今天是他出來講話 對 沒有錯 而且他是有軍事權的 他要發射飛彈 他就可以發射飛彈的 但是我們來看看 一個政治的場合 跟一個生活化的場合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 很多的軍事場合 金與正都有出現 這個場合其實是在一個 足球的比賽的大型的運動場合 這是最新的對不對 對 這個是最新的 然後在畫面當中 這張照片上頭 有金正恩 有金珠愛他的女兒 然後坐在舞台前 最中間C位的位置 VIP的C位 拍手鼓掌 然後笑得很開心 全場其實在照片當中 看到笑得最開心的人 就是金正恩本人 然後金珠愛 就是有一個望眼鏡放在桌上 因為他是一個足球的比賽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金與正姑姑呢 姑姑在哪裡 怎麼找不太到 後來大家發現說 原來姑姑金與正 是在包括了整張照片的 最後一排 最後面 最角落的那個女生 你從這個方向拍過來 才看得到她 就在這裡 畫圈圈的這邊 後面的最邊邊 對 所以就網友開玩笑說 這個姑姑金與正 怎麼變成一個角落生物 被藏在角落 好像一個默默的 不知名的人坐在那邊 因為你看 旁邊有一些軍事的官員 一些高層 還坐在離金正恩很親的地方 金與正 他是除了知名之外 他是金正恩的親妹妹 他怎麼被安排在一個角落裡面去 在政治上的語言跟這個位置上來看 會覺得說金正恩 你這個姑姑 是不是已經被邊緣化了 可是很奇怪的是 當天軍與正有出席的場合 就反而沒看到李學祖 對 李學祖媽媽也不見了 大家會想說 如果說這個女兒金珠愛 將來如果正式變成接班人的話 其實金正恩非常顧忌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有親戚干政 親人干政 因為當年他其實很年輕的時候 當上領導人了 是他的姑姑跟他的姑丈 去扶植他的 但是現在姑姑也不見了 對不對也是 姑丈已經被處決了 姑丈被他處決了 所以他也是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親人干政的問題 所以金正恩現在要極力的 讓金珠愛能夠上位 然後邊緣化其他 很接近很貼近的親人 這感覺有點是金與正在刷存在感 畢竟這個目前他是不受寵的一位 剛才嘉芬講到 有可能金正恩下一個要扶植 是他的對象 他的女兒金珠愛 從幾個現象看來說 平平帶他出來亮相之外 好像從一些政策 甚至說一些小動作發現到 的確金珠愛 有可能是未來北韓的新公主 因為現在金珠愛 畢竟年紀還很小 沒有獨當一面的能力 跟一些軍事上的權力 但是金正恩時常帶著 女兒金珠愛出席軍事的場合 帶他去跟這些軍事的高層拍照 甚至跟一些軍事武器 對 還有包括了飛彈去拍照等等 孤孤金與正當然要順便出來 拍個照 露個臉 刷個存在感 但是金正恩能做的是什麼 他要盡量的讓他的女兒金珠愛 去曝光 包括了北韓 他們現在推出了全新的 八種的郵票 其中有五種裡頭 都包含了金珠愛 你看這個是金正恩帶著金珠愛 去視察軍事的場合 這個也是金正恩跟金珠愛 站在C位最中間 跟一些武器戰車做合照 這個也是軍事場合 金正恩跟金珠愛 國家發行的郵票 一樣是很重要的照片才會登上去 對不對 沒錯 所以不斷頻頻的讓這個 很年輕的金珠愛 出現在軍事場合 甚至出現在國家的郵票上面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 最新最新的消息是 大家都知道說在北韓 你不能夠亂取名字的 因為這名字當中包含了金日成 金正日 金正恩 李學祖 這些名字你都不能夠亂用的 如果在北韓我取名字 不可以叫日成 正恩 女生不能叫學祖 現在你連珠愛都不能叫 太尊貴了 平民不能用 而且不只是同字 同音不行 你光是音一樣都不行 對 所以你要成珠愛 王珠愛 或者是烏珠愛都不行的 對 都是不行的 代表她的地位 有很明顯的想上升 沒錯 再來還有一個重點 為什麼說大家會覺得 金珠愛是下一屆 金正恩的接班人 因為在紅圈圈照片上頭 是金正恩的女兒 她的愛女 金珠愛在騎一匹白馬的照片 那這照片有什麼 不就是騎一匹馬嗎 我要騎業 想騎業 OK 拍個照而已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在北韓 白馬代表的是一個 非常尊貴的身分象徵 因為當年她的這個阿公 她的這個爸爸 當年其實要去打仗的時候 就是騎著白馬的 所以對於北韓來說 只有身分尊貴的人 像金正恩這種尊貴的人 才能夠騎白馬 那金珠愛今天能夠騎白馬 也象徵她的身分 是非常非常尊貴的 中國在2023年宣布大規模的解封 本來期待解封之後出現的經濟復蘇 怎麼完全沒看到成為POINT了呢 從幾個現象來看 一支iPhone居然降價降了好幾回 中國經濟發生什麼事情 從城市到鄉村 大家找不到工作 中國的發改委還下令說 以後鄉村的工作 能夠人工的就不要用機器 米寬哥 這不是在走倒退路嗎 今年很多投行都在預估 說中國改革開放的 現在也不封控了 所以經濟會慢慢好 但現在來看 那可能是一個假象 為什麼呢 現在中國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 要現金為王 第二個 工作能搶先就搶先 我們現在談現金為王 最近蘋果開啟了降價的一個模式 為什麼要開啟了一個降價的模式 各位別忘了 過去不管是在北京的一個中關村 還是在整個深圳的一個滑翔北 通常就有很多人 他就可能趕快搶先去買手機 對不對 他要先搶先贏 然後拿來加價賣 幫黃牛 口罐 沒有錯 可是最近發現了一件事情 iPhone現在在中國 其實還挺夯的 但最近iPhone14在中國 呈現大降價 降幅大概在600到1600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大概在7000多塊左右 這個是一個非常吊詭的 為什麼呢 目前的零售價已經接近到 所謂的一個進貨價了 這個叫做披零倒掛 各位 人家說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他為什麼要賠錢 對啊 因為過去 iPhone這個手機在大陸 算是開賣日期比別人晚 所以黃牛都到全市各地去掃價 而且要看到iPhone新款降價 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敏歡哥 為什麼現在這個零售價 逼近進貨價 要賠錢賣 這個就是我們剛跟各位說的 第一個 現在對於所有的 所謂的零售商來說 對於所有的黃牛來說 第一個要現金為王 為什麼要現金為王 這也代表手機真的賣不動 據傳到2022年的 10月到11月左右 中國的一個手機庫存 還有9000萬支左右 經過了三四個月的一個消化 據傳現在的一個手機庫存 也還在大概6000萬支到7000萬支 可是別忘了 iPhone15的台灣的一個台積電晶片 已經送出去了 所以再來還會有一些新的一個 整個手機會出來 所以對於現在來說的話 iPhone的銷量真的不好 2022年的第四季 總共才賣了7230萬部 比7700萬部 這已經是低歸了 過去的整個年銷售 是9000萬到1億左右 所以目前的iPhone的銷售 是退了14.9% 但想不到 iPhone的整個降價 這個只是冰山的一角 後面恐怖的才要來 各位還記得上個禮拜的 中國國務院的紅頭文件嗎 那個時候特別討論到山農 包括了農業 包括了農民 包括了農村等等的 大家就在想 這是不是三與欲來 想不到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又有新文件了 我們來看這個發改委所發的一個公告 他說什麼 他說能用人工 盡量不要用機器 能夠組織當地的群眾的一個整個 並盡量不要用所謂的一個 施工的一個隊伍 簡單的說什麼 沒頭路 沒工作 講這個所謂的白 講這個所謂的文言文的 可能大家都聽不懂 我們來看幾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現象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廣州 廣州最近出現了數十公尺的一個 工廠轉讓的一個廣告牆 最近在過年當中 好多這些廣東 深圳 中山 珠海 回來的一個台商 過去我們就問他們說 你們過去20年在那邊 生意都做得瘋瘋活活的 現在怎樣 結果大家回來 要嘛不是嘆氣 要嘛就是搖頭 美男哥 這不是找人的招募牆 這什麼 工廠要賣掉的 這個是工廠要轉讓 這個是工廠要轉讓 一整排 所以現在是既缺工 也缺工廠 也缺訂單 什麼都在缺 但現在對於中國很多的一個廠商 現在已經開始在挺而走險了 什麼叫挺而走險 我們來看 居然還有一家企業 直接連續放了450天的價 而且還停產 還停薪 450天比一年還要長 這個告訴你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他在奪法規 他不給你潛三倍 他跟你說 我先跟你說 我們是短線的一個停工 我並不是要把你潛散 你過了450天之後 你要記得回來 各位 450天 不要說450天了 現在連飯都沒得吃 10天 5天都撐不下去了 工廠不想給潛散費 就證了 用這一招 想辦法逼員工不要來上班 最近最誇張的那個畫面 我們來看看 中國最近出現了什麼畫面 很多的農民工都在排隊 排隊在等什麼 等吃飯 真的是在排隊在等吃飯 結果等吃飯 突然間去採訪了一位老先生 這位中國的一個農民工 我聽他在說 我真的是覺得心中好難過 第一個 他手上拿了一個饅頭 然後右手趕快去拿了這個熱菜 因為現在的當地的天氣 單單看他的衣服 就知道非常非常冷對不對 好多人說 我已經五天沒有吃飯 沒飯可吃 是中國嗎 這到現在就是農民工過去到城裡面 去找工作 現在沒工作了 工廠也沒有了很多的整個所謂的 過去的外國投資的廠也已經移開了 現在沒工作怎麼辦 就返鄉 返鄉之後 目前這些所謂的沒工作的人 要嘛就是在都市 要嘛就是在鄉下 然後現在各種光怪陸離的事情 一直在發生 我們現在看 好 成都有一家企業 找的人也沒找很多 找30個人 你知道來了多少人嗎 來了三四百個 只要30個就來三四百個應徵 對 整整多了十倍 但是秉煌哥薪水應該不錯吧 沒有 薪水完全都不好 我們再來談另外一件事情 最近還有一個在上海的 上海那個他要500個人 你知道現場來多少人嗎 整個人山人海來了快1萬人 是 但現在很多人就在說 整個特斯拉 特斯拉 其實上海現在特斯拉 他們也在招聘對不對 大排長龍 但這一來一回好多人就說 在特斯拉招聘這樣子 就算整個薪水 大概是在人民幣5500塊左右 加上獎金 加上全勤 全部都加起來 一年的薪水 大概是在11萬人民幣 可是這個薪水跟美國一比 不管是比加州還是比德州 這個薪水都比美國 要便宜整整三倍 美國的員工要比 中國的員工要貴三倍 所以難怪整個馬斯克 一直要在這邊做 但現在很多光怪的 陸禮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我們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的整個仲介 現在怎麼辦 你要去找工作對不對 很多人是沿路一直在轉 上海跑到杭州 杭州跑到義烏 沿路都在追趕跑跳碰對不對 要進工廠前 薪水都已經夠低了 明君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的 仲介直接在門口 還抽他300塊人民幣的仲介費 我要找工作 還要給仲介錢 已經夠低了 還要再撥一層皮 是有多低 這一層再多一層皮 然後現在最慘的一個狀況 已經出現了 過去各位都知道 中國有很多的一個臨時工對不對 現在的臨時工慘到什麼地步 現在臨時工一小時 天啊 只有6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26.5元 這個是什麼數字 這個是你連要買一顆饅頭 果腹都很困難 這些情況 所以很多人都說 中國的經濟過了今年3 4月之後 會開始往上走 目前來看的話 看看農民工的狀況 看看失業的狀況 看看農民的狀況 這個目標可能會越來越遙遠 去找個工作 時薪只剩下 人民幣大概6塊錢 台幣26.5塊 中國的人命過得很慘 這個薪水拿得少 消費力就不足 所以反應在很多方面 連房價可能都Hold不住了嗎 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其實還滿驚悚的 我們來看 很多的地方那種新建住宅 跟二手屋的一個住宅 現在可以說一片都是綠色的 那一片都是綠色的 目前中國大陸國家統 就是價格全都跌就對了 全跌 新房也跌 舊房也跌 而且這個舊房的跌 一跌跌的不得了 我們來看 東北的牡丹江跌了25% 哈爾濱跌了14% 上海 北海的部分的話 也跌了13% 目前很多地方中古屋都在跌 目前的中國的整個國統局 他就說2023年的70個 中大城市當中 有39個城市低於2020年的1月 這什麼意思 這是疫情之前 現在房價比疫情之前還低 也就是中國疫情過了三年之後 目前的房價 很多人如果你貸款買房的 糟糕了 這些房子變成負資產了 你不但還要付貸款 還要付利息 還要付它的水電費跟管理費 而且它也沒有往上增加 這當中的重中之重是在哪邊 包括了鄭州 太原 石家莊 哈爾濱 這個都是人口非常稠密的一個地方 但最近中國還有一件事情炸鍋 是 貸款連線 貸款連線 之前廣西南寧的貸款連線 最高的貸款連線來到80年 然後呢 等一下 貸款80年 要還到什麼時候 貸款80 就是可以到80歲 你可以 我貸款還到80歲就對了 但是很多人可能沒有辦法 活那麼久 所以四川出現了所謂的接力帶 接力帶是什麼呢 阿公付完 爸爸付 爸爸付完 兒子付 兒子再付不完 孫子來付 這個叫接力帶 這在留子孫吧 林光哥 最近出現的這個是讓全中國炸鍋的 這個是在整個 這個叫建發房屋 這個在整個廣西的一個南寧 對 貸款連線最長100歲 等一下 所以我到100歲我都可以貸款 這個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他的整個所謂的貸款年齡是什麼 你現在幾歲 加上貸款的一個時間 也就是說 例如說你現在是70歲對不對 你貸款30年這樣加起來是100歲 我70歲我還可以貸30年 你80歲還可以貸款20年 如果我只有30歲我可以貸70年 真的這樣好嗎 這個人生是有盼望的一個人生嗎 這是一個非常沒有盼望的一個人生 所以現在對於中國來說 包括了房地產 鍛鍊 包括了工廠 鍛鍊 包括了訂單 鍛鍊 包括了失業 也在鍛鍊 代表說房地產不好賣嗎 想讓你待那麼久 但現在這個都還是冰山一角 現在對於中國來說的話 幾個問題要先來做 第一個叫做國內的城投債 國內的城投債目前都已經不足了 這個我們上週跟各位說過 但重點是還有所謂的離岸債務 什麼叫離岸債務 你去國外跟國外的整個美金計價的 歐元計價需要回來的 那個可是會牽扯到國際信評的 我們來看中國的地方政府 的一個融資平台 目前的離岸債務高達台幣 2兆6千億 而且有84%會在今年到2025年到期 這麼多的錢 中國大陸政府還得出來嗎 如果真的還不出來的話 它的整個所謂的人民幣又會往上走 你去想想看 過去你借6塊 如果未來你要還8塊 這不是要再多扒一層皮嗎 這個也非常的一個痛苦 但現在對於整個各國的 一個退休基金來說的話 真的是能跑就跑 我們先來看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最近有一個叫做GIC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他們已經決定暫停 對於中國的一個私人投資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 被坑了 是 發生什麼事呢 我現在看中國金保 是根本就被坑了 各位還記得螞蟻金服嗎 螞蟻金服在三年前本來就要上市 包括了華爾街 包括了新加坡 包括了整個歐美很多的退休基金 他們都買很多 對 可是當時因為馬雲講了一句話 就不讓他上市了 沒有錯 而且這個案子延到今年 還沒有上市 也不知道什麼叫上市 也都還沒有上市 所以對於整個現在國外的一個 所謂的投資人來說 過去我投資你中國 是因為你中國的市場大 你有很多的一個紅利 但未來來說的話 情況會到哪邊 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國際的投資商 不管是新加坡 不管是加拿大 不管是美國 對於中國的投資 能躲就躲 最恐怖的是什麼 最恐怖的是 過去的一個外國的一個投資 能夠把資本 能夠把技術 能夠把就業的一個 整個所謂的完全都拉上來 現在這些外國公司紛紛一走 就會發現剛才那個老人家 他說他五天沒吃飯了 像這種的中國農工還有多少 電影大白衣沙 真實版上演 最近在澳洲的昆士蘭 發生一個事件 有一個遊客去當地的海灘游泳 結果被鯊魚給猛攻 全身多處撕咬 喪命了 然後當時好多女朋友在旁邊 看到嚇死了 趕快游上岸拼命的逃命 但其實很多人在海邊玩 都有遇過鯊魚的經驗 常常是生死一瞬間 而且畫面非常非常驚險 怎麼樣才能夠保出小命 家明 好 明確妳其實妳有小孩 有一首世界名曲 妳一定會唱 對不對 聽起來感覺鯊魚很可愛 滿可愛的 對 很可愛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當你在野外 遇到這鯊魚的時候 你可能就覺得牠不可愛 你會覺得牠好可怕對不對 來看到幾段畫面 我們先來看到 這是在加勒比海的 巴哈馬這個地方 不是巴拿馬 巴哈馬 巴哈馬這個地方是一個度假聖地 它是700多個這種離島 2000多個珊瑚礁構成 而且還有粉紅色的沙灘 所以妳看到這個畫面 明確妳看 這是大家搭著這個觀景船 然後要到經過一個私人小島的時候 結果看到海面上有什麼東西 有鯊魚 雖然說鯊魚沒有很大 大概就是5公尺左右 就是沒有到很大 但是你看牠在那邊游來游去 游開想說有鯊魚 我來觀察一下 結果牠旁邊的這一個私人島上面 有一個看島犬 這個看島犬名字叫做佛魯斯 牠看到這鯊魚在這邊 牠立刻從這個碼頭跳了下去 你看在旁邊有個水花有沒有 那邊就是那隻狗狗 跳下去去跟這個鯊魚搏鬥 所以這遊客看到這一幕聽 心想說天啊 這也太危險了吧 就說這隻狗要咬這個鯊魚了 這個狗拜託 你趕快離開水裡面 真的很危險 牠很想守護島上的居民 就跳下去跟鯊魚搏鬥 還好過了兩三分鐘 這隻狗狗英勇的 走上來甩甩身體 我沒事 我一切都OK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想說 到底這隻狗 是為了要守護這些遊客 還是說單純看到這個有鯊魚 好像也不認識 不熟悉 要下去跟牠玩 不知道 但是這個奇景 就讓牠覺得說相當的一個特別 當然這個還算是有趣 但是接下來就如同明君所說的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這個狗狗是在澳洲 牠是有一個潛水教練 注意潛水教練代表什麼 牠潛水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牠們去潛水的時候發現 這個旁邊有很多魚 牠們就拿魚槍去捕魚 結果原本看到這個鯊魚 是遠遠的在牠們的附近 牠也不以為意 結果突然牠的這個夥伴 跟牠講說差不多了 該上去了 因為有鯊魚出現了 差不多要上岸了 結果牠一滴頭鯊魚 立刻出現在牠旁邊 這個鯊魚是要攻擊牠嗎 不是 剛剛我講到牠幹嘛 牠拿魚槍去射魚對不對 那你射魚當然 你捕獲的魚有傷口 所以這個鯊魚是過來 先從牠魚槍上 叼走一條魚 牠聞到那個 就是受傷魚的血腥味 牠想過來吃 沒錯 所以牠叼完一條魚之後 另外一條原本牠槍上兩隻魚 另外一條魚要飄走 牠要趕快去抓的時候 結果鯊魚又靠近 所以牠就趕快用這個 因為牠有穿這個蛙鞋 所以趕快踢水 是把這個鯊魚給踢開 所以才趕快上岸 這很驚險 還好毫髮無傷 牠們都說牠們對於自己 毫髮無傷這些事情 牠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 這個爸爸帶小孩出去 搭著自己的船隻出去玩 去潛水 這看起來很和樂對不對 對 但明確你看 你有小孩你看得特別有感 這個小朋友要上岸是不是 要上岸了 分享這一個 這什麼東西 一瞬間你看仔細 突然有個東西 水裡衝上來 咬住牠了 咬住牠的胸口 小隻的鯊魚 所以這影片到這邊 就請了的原因 是因為爸爸媽媽看到這一幕 救人 救人要緊 趕快先不要錄影了 但是你仔細看 我們放慢來看 咬到牠是什麼 是一隻鯊魚 不過還好這隻鯊魚 牠其實體型算比較小 小隻一點 所以咬到牠很快 牠就放掉了 所以其實這個小男孩 牠一講就是說 是感覺胸口有點痛痛的 感覺有點挫傷 但是牠沒有很嚴重的傷害 人家也問牠說 那你這樣會不會怕說 以後不敢去潛水或什麼的 牠說不會 我以後還是敢去 跟這個大海當中的生物來對抗 對 還好是小隻的鯊魚 沒有造成什麼 小男孩比較嚴重的傷口 對 但是如果這小男孩 遇到下一隻這隻鯊魚 同樣已經在澳洲 那就很可怕了 這同樣是一個 在澳洲一個漁民 牠跟老婆一起搭著船出去 原本風和日曆相當好 牠同樣幹嘛 牠同樣是拿這個魚槍去獵魚 因為牠看到牠的船附近 有非常多的鯊鯊魚出沒 所以牠就想說下去好 挑了一隻比較大隻的來打 但是牠看到 我們現在用黑白畫面 是因為滿水星的 牠拉上來這個魚 已經一整尾 幾乎有半尾都被鯊魚啃食掉 牠當時魚槍打了之後 牠這個魚是往前跑 牠要慢慢把這個收回來的時候 發現不只這隻鯊鯊魚 後面還跟了一隻鯊魚 而且還不斷的圍繞著牠的船 在那邊游來游去 結果牠就把牠這個鯊鯊魚 狠咬了一口 你看這個畫面 多大口 這傷口 這個如果是咬在人身上 那還得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鯊魚在海上 是大家知道 覺得非常危險的一個生物 但是其實海裡頭的危機 不是只有鯊魚 對 我就請問嘉明 難道鯊魚牠沒有天敵嗎 鯊魚其實有天敵 但是接下來我要 明天其實現在到了2023年 我們其實對地面上的瞭解 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對海洋的瞭解 其實不到5% 科技這麼發達 所以現在開始慢慢有一些 奇怪怪的東西發現 都是在海裡頭 大家覺得沒辦法解釋 我們來看到這幾張照片 其實這都是魚的身體 你可以看到 牠身體上面有什麼 圓圓的對不對 這個是大型的魚類 這個海豚 這邊好像也被咬了一口 這個洞很大 這個洞很大被咬了一口對不對 再來小型的魚身上也有 圓圓的傷口 再來剛剛講到什麼 明君講到什麼 鯊魚 等等 鯊魚也有 而且鯊魚你看牠咬的地方 不是說身體或比較遠的地方 就在嘴巴旁邊 這個洞是你如果要去攻擊牠 鯊魚隨時一回頭一咬的話 那你這個傷害牠的東西 可能就會被鯊魚給吃掉對不對 但看起來牠滿厲害的 居然可以傷害牠 這些大型魚的身上 多多少少都有這樣圓形的一個痕跡 而且不是說只有魚類 我們再往下看 包含這種大型的海獅 因為這已經哺乳類 海獅對不對 你看身上也都一個洞一個洞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也都是一個傷痕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會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可以這樣去攻擊 這些鯊魚這種大型的魚 而且傷口都非常類似 不管是大的小的魚 或者是這個哺乳類也都被攻擊 對 這個時候大家有幾種想像 第一個 可能是騰壺 海底這個騰壺 牠也是圓圓的 所以牠會造成圓形的傷害 但問題是牠的騰壺造成傷口 不會這麼深 因為牠會有放射狀 所以沒有 第一個不是騰壺 第二個 還有一個海漆塞脈 牠的傷口同樣是圓形的 那蠻像的 圓形 但是這個海漆塞脈 其實牠造成的傷口也不會這麼深 所以大家就想說 難道是有神奇的海怪出沒了嗎 而且不是只有魚 不是只有這種海蝕 海底的動物 現在包含連美國的潛艦 都有出現這種圓形的一個傷痕 不是動物也都被這怪怪的東西攻擊 那是什麼 尤其在1970年的時候 你看這一個潛艦 你看牠的外殼 都有這種圓形的一個傷痕 那個時候在1970年代那個時候 美俄關係正緊張 所以對美軍來說 心裡想說 你是不是俄羅斯有一個新型的武器 來毀壞我們的這種聲納探測 導致我們漏油 沒辦法來運作 所以那時候就很緊張 所以加了一個玻璃纖維之後 事情沒有了 但到1980年代發現 不是只有潛艦 才包含連海底電纜都被破壞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海底電纜 外面都會有一層玻璃纖維的原因 因為就是有這種圓形的東西 但慢慢慢慢的 我們對海洋的生物了解越來越多 發現修羅斯是誰 丟死一 這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它的名字叫做雪茄達摩莎 它是屬於很小型 你看它這個魚 你看它其實牙齒非常的鋒利 它其實上牌的牙齒 大概30到37顆 下牌25到31顆 但是你看它下牌的牙齒 有多力就跟鋸子一樣 而且你看它其實長 大小沒有很長 它大概就50公分左右 但它可以勇敢的挑戰 這種大型魚種 甚至連潛艦都不放過 它都沒辦法攻擊 那當然它這種魚 它屬於咒服夜出 怎麼這麼說 因為它平常白天的時候 它都潛在那1000公尺深的這個海底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它就開始慢慢的上浮 浮到比較接近海平面的地方 而且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獵殺三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它要先發光 它在腹部的部分 有所謂的這器官叫做發光器 那它的發光器 會慢慢吸引這些魚靠近它 有亮亮的光線 我跟你講你只要一靠近它 這個就是你走進它的陷阱了 為什麼 因為它接下來 剛剛看到那個動畫 它慢慢會靠近這種大型的魚種 接著它就會吸附上去 吸附上去先用上排的牙齒 去扣住這個 譬如說可能金魚或者鯊魚 先扣住它的表皮 接著吸上去 像吸牌一樣把它吸住 像吸牌一樣就真空狀吸完 接下來它會幹嘛 它會開始旋轉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它下排的那個牙齒很利對不對 所以你一旦被它吸上去之後 它又開始旋轉 它就變成這一口咬得又圓又深 所以你看這個動畫 你看 剛剛看到是大型的鮪魚 其實它包含這一種殺人精 有沒有 同樣都被它咬傷 你可能會覺得說 被咬傷沒什麼大不了對不對 明君沒有 在海裡頭 魚被咬傷 最危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會吸引鯊魚來對不對 因為有血腥味 所以你等於不管這一個 雪茄達摩莎 它是去咬到了什麼金槍魚 或什麼之類的 你被咬受傷 可能一個洞不會怎麼樣 但是鯊魚會聞到血腥味 然後就過來就把你的魚吃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讓它傷口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你失血會越來越多 所以也會讓這些魚 傷口可能會潰爛或等等的狀況 所以才會你看 看到這些都是被咬得痕痕巴巴 對不對 遍體淋傷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導致這些魚群 可能會有喪命的狀況 其實像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覺得很難想像 就是這麼小一隻 你要怎麼去對抗這麼大的一個魚 明君我們講過一個生活 我們大家比較了解的 蚊子你總知道吧 知道 蚊子它也是小小直彈 但是你到這邊你要打 你又不好打 其實這一個雪茄達摩沙 就很類似這種狀況 所以它的這一種 我剛剛講咬上去之後旋轉 其實就跟鱷魚很像 鱷魚你也是咬到了這個獵物之後 會有一個死亡斑骨 我用360度旋轉 你要利用這個方式 那你的傷口惡化 對 然後去奪你的鮮命 甚至之後再來去吃你的肉 而且你要知道它速度非常快 整個過程 風箭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